今天早晨是六点游泳。 六点游泳正好遇见这个县里的游泳队在那训练。 结果在更衣室就遇见一个就是十六七岁的男生啊。 他有点像黑人似的,但是他不是特别黑。 他坐在那休息,后来我进去是拿笔拿纸想记点东西。 结果我就说了,我就说你是那个你的团队。 他反应过来了。 他就觉得我是在说这个他是游泳队的。 他因为戴着那游泳队的帽子。 结果他坐在那儿,他就站起来就去游泳了嘛。 然后我一看他得一米八。 他那肌肉,他那个肌肉。 而且他那体型特别好。 他可能是那锻炼的结果。 他那身体就是那个肩那儿特别宽啊。 就形成一个扇面似的。 哎,小伙子太棒了。 然后那游泳池里的那些运动员游泳的时候速度特别快。 这让我想起1973年在上海交通大学。 在那儿住了几个月。 那儿举办了1973年全军运动会游泳赛区。 上海游泳赛区。 在那儿住了几个月。 就接触到游泳运动员啊。 其实我住也住在那个和游泳运动员是邻居。 像解放军游泳队。 海军游泳队。 解放军水球队。 都住在我们那院里边。 特别的看见他们训练哈。 看见他们游泳。 特别今天看见这些小伙子们。 好像没看见女生吧。 可能应该也有女生,没走近看。 但是非常的看着他们的活力啊。 特别高兴。 早晨游泳哈。 还看见一个人拿着schedule。 自己打印了一个。 结果我抄下来了。 我。 他说你照一下就行。 我说我没带手机。 结果我抄下来了。 大概呢是游多少米。 怎么歇着。 然后再游什么游泳。 这个是我买的。 这是on-size的。 这便宜了一块两毛四。 它原来是五块九毛多。 这写着了。 我看啊。 这写着了是。 啊。 不是五块九毛多。 是四块九毛七。 它是四块九毛七啊。 呃。 然后。 它是。 它这写着了。 是reduce to clear。 就是降价清理。 清理可能是快过期了吧。 但是它这还仍然写着那个时间了。 人家挺客气的。 我是。 这是。 这是五月。 五月二十二号才过期了。 它这食品它那有有期限的。 有期限它这个。 快快过期的时候它应该是就是降价嘛。 这降价。 这是apple的。 这个点线挺好吃的。 所以我跟那个人说。 我说。 你有这个降价呢? 因为早上起来。 刚开门嘛。 七点。 这是在沃尔马买的。 这算是九毛七一个。 也不知道是贵是便宜。 但是总而言之啊。 就得知足常乐呀。 但是这个点线也是说慢了。 如果算成中国钱。 三五。 起码是十五块哈。 这就那么回事。